7月11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筹委会成立大会时讲话指出 法治和安定是香港之福 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合中共济、坚定前行 香港前景依旧光明灿烂 王志明在致辞中说 信中国成立70年的光辉历程也是香港与祖国共进步同发展 实现经济腾飞的光辉时期 香港回归以来 走上了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筋强后盾 22年来 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香港先后成功战胜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2003年非典疫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这三次重大冲击 成功地巩固和提升了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 22年来 香港经济持续保持繁荣发展 经济总量较回归时翻了一番 联均增长速度在发达经济体居于前列 连续20多年被评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国际影响力 到真正当家做主 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族权利和自由 王志明表示 新中国成立70年祖国内地和香港共同发展的光辉历程足以证明 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是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是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 王志明强调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是维护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是要法治的香港 团结安定文明的香港 还是暴力的香港 争奥失劣不文明的香港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是维护和保障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基石 法治就像空气和水 平常可能感觉不到它的重要 可一旦被破坏或者失去 我们就会倍感它的珍贵 王志明指出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继续依法有效施政积极作为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职责 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市民安全 坚定支持广大香港市民 护法治反暴力的共同诉求和行动 王志明说 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只要我们京城团结和中共计坚定前行 香港的前景依旧光明灿烂 第一 中央坚定贯彻 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 不会变 第二 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明天会更好的大势 不会变 第三 香港龙鹿国家发展大局 两个见识好的美好前景 不会变 王志明表示 国家有好的发展大势 香港有独特优势 加上中央和祖国人民权力支持 只要坚定相信自己 相信香港 相信国家 广大香港同胞 一定能与祖国内地人民一道 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